六名单身女性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 从此之后全程再也没有赶穿黑丝的小姐姐 而杀人凶手的作案动机 却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女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求书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学艺片 《求爱夜惊魂》 阿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平日里除了在客外 就是跟朋友们聊些八卦 由于为人风趣幽默还比较讲义气 倒也在行业里混得风生水起 甚至还收获了同样跑出租的女司机芳心 尽管多次示爱 但作为行业里的男人婆 阿龙实在是没法跟他擦出什么火花 当然了 阿龙保持单身的另一个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心中早就有阿恋对象了 自从在电视上面看到了阿珍的采访节目之后 阿龙就发现自己彻底的爱上了这个女人 每天电视机开始播报阿珍节目的时候 他都会放下自己的工作 然后站在电视机面前耐心的观看 阿龙为什么对这个女人如此的动心呢 其实事情还得从不久前说起 那是偶然的一次机会 阿珍一次下班的时候 乘坐了阿龙的车子 离开时不仅夸他风趣幽默 还表示自己很喜欢坐阿龙的出租车 说着无疑 听者有心 正是阿珍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 彻底俘获了阿龙的心 不过阿龙也清楚 像阿珍这种电视台里的台话 追求者成千上万 怎么可能会看上自己这样的穷小子呢 所以他也只能每天下班后看着新闻发呆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过去 阿珍由于人长得漂亮 又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一直是同事们暗中排挤的对象 恰好最近新闻短缺 需少业绩的阿珍不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一个出租车司机 一个新闻记者 两人的生活本来不会有太大交集 但这天阿龙工作时 却遇到了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劫匪 凭借着自己多年跑出租的经验和聪明头脑 阿龙甲一帮对方替换弹药 被地里却一把超级手提箱 将劫匪打晕在地 而且还把他捆绑到了自己的后备箱内 随着这一则新闻的发酵 取少新闻的记者们纷纷赶到了案发现场 希望能够拿到一手资料 阿珍自然也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面对两人的第二次意外旁边 阿龙的心情自然十分激动 这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新闻 就一定能够接近阿珍 于是他每天晚上都有立在那些容易发生打架都的场景里面 一旦发现风吹草动 便立即联系阿珍来调查新闻 这天几人又来到了一个黑社会打架的地方 看到阿珍的摄影师被吓得撒腿开溜 阿龙还主动担当起了摄像师的工作 这也是他最接近阿珍的一次 在阿龙的帮助下 阿珍成功地拿到了现场的所有画面 这不仅让他在电视台的地位大大提高 为了表示感谢 阿珍还决定邀请阿龙一起共进晚餐 由于席见阿珍的男友仗着自己律师的身份 对了阿龙各种冷嘲热讽 得知这个消息的翠花为了替阿龙出奇 便特意穿了一件十分火辣的外衣 坐在对面几眉弄眼 这一幕恰好被阿珍看在眼里 不禁误以为荒唐竟是一个大四郎 在翠花的脚合下 这顿晚餐自然是不欢而散 看着女神的背影 阿龙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 为了能有下一次约会的机会 阿龙开始不断地寻找劲爆新闻 他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只要是发现街面上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都会打电话给阿珍 甚至把喝醉的大妈说成了失踪少女 把掏粪的大爷说成了小偷 结果自然是闹出了不晓的吴龙 眼看阿珍对自己的电话 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阿龙只好彻夜在小巷里蹲守 结果这天还真被他碰到 两个在街上相互追逐的男人 脑袋一热的阿龙 急忙用车门将其中一人撞翻在地 但就当阿龙准备把这个人绑到车子上面 然后打电话通知阿珍的时候 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这个人竟然是一名警察 两人也只是正常巡逻而已 好在阿珍第一时间请来了优秀的律师 当初阿龙度过了这场危机 可是在这个时候 阿龙却发现原来律师就是阿珍的男友荒唐静 荒唐静也看出了阿龙就是想要追求自己的女友 于是便警告阿龙老实一点 否则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经过这次打击之后 阿龙开始变得魂不守舍 每天在街头四处游荡 不久之后 街上便出现了极其连环杀人案 六名穿着黑丝的女性全部都被莫名其妙地杀害 由于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警方意识也无从下手 这不禁成了各大电视台追逐的热点 与此同时 阿珍接到了一通电话 原来阿龙有关于这一个犯罪分子的线索 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把阿珍给紧出来 再次相遇 阿龙发现阿珍比以前更加漂亮了 为了能够让阿珍获得第一手资料 阿龙带着他来到了一座偏僻的山上 并且在这个地方挖出了一块骨头 然后又挖出了人的胳膊和大腿骨头 这可把阿珍吓坏了 转身就要逃跑 但阿龙对此却并不惊慌 还当场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六颗失踪女性的凶手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新闻素材 如果阿珍愿意 自己还可以在电视机前公布所有犯罪细节 就这样 在阿珍的组织下 电视台进行了一场全网直播 阿龙对着摄像机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之所以要杀掉这些人 就是因为自己实在是太爱阿珍了 他想为阿珍留下更多的素材 听完这句话 阿珍愣住了 没想到阿龙作案竟然是为了自己 但就在他人神伤之时 阿龙突然间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把匕首 对着自己狠狠一刀 还提出要和阿珍像情侣一般在电视机前死去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情 眼看来不及躲避的阿珍被捅了一刀 其他同事急忙冲了过来 但出乎意料的是 警察经过调查后 却直接把阿龙给放了 原来这又是一起乌龙事件 阿龙只不过是制造了假新闻泡牛而已 但由于此次事件的勒劣影响 阿珍也遭到了电视台的开除 此时真正的杀人凶手看到了相关的新闻 不禁大为恼火起来 认为是阿龙抢了自己的风头 于是便悄悄潜入阿龙家中 释放毒气进行报复 好在阿龙命大夺过一劫 此时的阿龙本想招警察帮忙 但由于他此前的不良记录 警察们根本不相信拿不出证据的阿龙 还调侃他不如去找阿珍再弄一出假新闻出来 这样才更有说服力 这句话不禁提醒了阿龙 阿珍也可能遭到暗杀 急忙打电话提醒阿珍注意 但此时的阿珍刚刚被阿龙搞得丢了工作 还以为他又准备来自己家里搞什么新闻 气得对着电话大骂了阿龙一通 还拿出平底锅 在房间里四处寻找 此时的凶手已经潜入了阿珍家里 好在就在他动手的前一刻 正好被阿珍撞了个正招 于是当场展开了扩展行动 可就在凶手惨叫连连之时 阿龙却敲响了房门 这下两人都傻眼了 为了躲避凶手 两人只好逃到了荒唐靖的家中 但荒唐靖不愧是荒唐靖 阿珍这边才刚刚进门 就看到了他和一个大美牛在秀恩爱 这可把阿珍击坏了 当场就给了荒唐靖一个大耳瓜子 男友家里是待不了了 阿珍只好跟着阿龙来到朋友的酒吧寻求庇护 但不巧的是哥几个今天出门潇洒去了 只留下一个傻大哥照看酒店 听说阿龙遭到了追杀 傻大哥还好心的把自家的钥匙递给了阿龙 但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离开之时 傻大哥却露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 此时的两人一路奔波 不禁感到有些激烈起来 可就在准备做饭的时候 阿龙却意外地发现 傻大哥的厨房里竟然藏了大量的人体空隆 难道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但此时才明白这一点显然有些晚 傻大哥此时已经回到了家中 还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看着他从坛子里面挖出来的不知名肉末 两人不禁感到一阵阵反胃 但为了保命也只能假装吃得津津有味 趁机将碗里的东西丢进火中 谁知这个举动刚好被傻大哥看了个正着 立刻抓住了阿珍 阿龙抄起棍子准备帮忙 但没想到傻大哥竟然练了金钟罩铁布衫 阿龙一顿小拳拳下来 在他身上如同挠痒凉一般 就在傻大哥准备将两人做成晚饭之时 荒唐靖突然敲响了房门 原来他以为是阿龙拐走了阿珍 一路打听才找了过来 为了挽回女友 荒唐靖对着阿龙就是一通大骂 说他就是个开出租的大骗子 还跟翠花乱搞男女关系 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依靠 但荒唐靖不知道的是 傻大哥的一中人正是翠花 这给他起的当场把荒唐靖掐晕了过去 但傻大哥没想到的是 荒唐靖是跟翠花一起来的 看到傻大哥猥琐的眼神 翠花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为了拯救众人 他只好牺牲色相 施展起了没人计 缺少智慧的傻大哥果然中计 就在他准备脱衣服的时候 翠花直接使出了夺命三连 故事的最后 傻大哥成功莫忘 而阿龙也放下了对阿珍的执着追求 跟一直默默为自己付出的翠花走到了一起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关注求书 更新更播 咱们下期见